你有没有想过在空城买一座几万块钱的房子 过上那种养老生活 大家听着是很美好 但是实际真的有这么美好吗 我带大家一起体验感受一下 而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就是我每一年去山东必去的龙口 当然不是龙口市中心 毕竟龙口是在全国的百强县市当中 所以百强县市是不存在什么空城的 而这个空城度假区是在龙口的东海 但是话说回来了 说这个东海度假区 空城有点夸张了 但是这地方是分季节性的 我去龙口已经不下三四次了 每一年基本上都是暑假的时候去 有一年我去的特别早 是四月份 那四月份的龙口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空城鬼城荒芜人烟 为什么这里荒芜人烟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地方的气候 这里呢 到了夏天还是非常凉爽的 但是到了秋冬的时候 那异常的难熬 尤其是靠近海边 那小风一寡 那可真的叫做透心凉 当然冷不可怕 东北的天气比这冷多了 主要的一点是这里没有宫暖 就导致了这里的冬天异常的难熬 当地人也不会选择在这些海边城市生活的 所以说这里到了冬天 真的就是一个人你都看不到 再有就是买房 这地方其实跟鹤岗基本上差不多的价格 几万块钱买房真的不是梦 我见过最便宜的 单价是一千块钱 只是跟乳山有着相同经历的 都是顶楼 阁楼 才会这样的单价 我是觉得在这些地方 买房显然是没有租房明智和划算的 哪怕是说你有钱 我都不建议 视频的最后 我跟大家做个广告 山东老家的梨和苹果都已经下来了 这个苹果呢 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黄金维纳斯 苹果中的贵族 口感味道真的是一绝 别看是贵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还有那个梨 大家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前进下去的动力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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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